八月份的巨蟹座可能會覺得身邊的小人變得比較多 你可能跟人家的意見很容易不一樣 或者是感覺不到被支持 這個時候就變得只能靠誰比較有實力來說話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你的詹心師 也是你的靈性導師米薩小姐 又到了我們八月運勢囉 水星逆行又來囉 這次水星從處女座逆行回到獅子 那期間有水星天王星的四分像 還有火星木星的合像 白話文就是這段時間非常的混亂 所以你原本如果有計劃被打斷 那可是很正常的 如果太過在意執行細節或日程表 那你可能會很痛苦 在8月5號到8月28號的逆行期間 它更多的挑戰是你個人的信用 你有沒有魄力去說服別人 去引導別人按照你的意思來做 那並且你就要勇敢去承擔所有的結果 八月是一段混亂的時間 但火星跟木星的合像確實會帶來新的機會 當機會來臨的時候 你一定要辨識出來哦 那看星座運勢 除了太陽星座之外 也要記得看上升星座哦 我們先來看牡羊座吧 8月份是牡羊座很容易覺得自己搞砸了的月份 但是實際上的好與不好 它沒有標準答案 只是你自己的標準跟期待是有一點高 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是需要你的魄力去承擔還有修復的 那重點是牡羊座其實有很多的貴人 在你尋找幫助的路上呢 其實很多朋友會願意為了你伸出援手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讓朋友去幫忙你哦 千萬不要不好意思 那朋友除了幫助你之外 還有他們也能給你前進的勇氣 還有情緒價值 你切記呢不要落入孤軍奮戰的窘境 給牡羊座的朋友 任何時候我都能接住自己 我們來看金牛座吧 前一陣子的金牛座呢 其實很需要去捍衛自己的立場 所以這個時候呢很需要你們去表達 但是到了8月這個能量呢 可以稍微的收回一點點了 免得你們言多必失 或者是看起來有一點張牙無爪 用錯了講話的力道 所以這個時候金牛座的言行舉止 建議你們體面是你最好的態度 也很建議你們呢 在這時可以閉門造居 你需要花一點時間去把什麼事情完成 或去把什麼事情優化 那麼呢你就這個時候做 在8月這段時間很適合你 專注於內心的修煉 默默的把你的事情做好 這件事情有助於你的工作運勢 還有力量的提升 給金牛座的朋友 我相信並實踐我的選擇 8月份的雙子座呢 有一種情緒叫做不適應 有可能呢是你周圍的人事物環境已經改變了 也有可能呢你熟悉的環境 有一波的調整 這個會讓你之前覺得擅長的事情 已經派不太上用場 想要努力卻不知道從哪裡開始 所以這個時候應該怎麼辦呢 好在呢雙子座一面對到挑戰 就能讓你們更加的有活力 你可能會想要發動新的計畫 或者是想要做新的學習 這些雖然不是你最終的解答 但是會在你嘗試的過程當中 產生很多的靈感跟力量 所以推薦你讓自己動起來忙起來 接受挑戰就會看見未來的路 給雙子座的朋友 我允許自己慢慢的前進 好啦那我們來看巨蟹座囉 8月份的巨蟹座呢可能會覺得身邊的小人變得比較多 你可能呢跟人家的意見很容易不一樣 或者是感覺不到被支持 這個時候呢就變得只能靠 誰比較有實力來說話了 你的能力 還有你的影響力 你的話語權 這些就是你的保護傘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是你自己的貴人 所以你一定要注重自己的身心健康 以及對於自己的情緒感覺要絕對的誠實 這些並不是耍韌性的表現 而是呢讓你有力道更知道如何去保護自己 為自己說話跟採取讓你說服的行動 推薦你更多的去關注你的 情緒感覺夢境還有同如其來的敏感 這些呢發生都不是偶然哦 給巨蟹座的朋友 我熱愛我的日常生活 好啦那我們來看8月份的獸星 也就是獅子座囉 先祝你們生日快樂 但是呢在這段時間獅子座可能會覺得動力全失 就算是得到了一些成績 但好像也覺得 理所當然的吧 也沒有很開心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人生的成就 已經沒有辦法再滿足你的話 那你現在還想追求什麼呢 所以8月份給你一個禮物 就是你擁有相對的時間空間情緒 去探索你對人生還有什麼好奇心 或是想要追求的 那這份答案有可能出現在跟你有相同信念的社群裡面 或者是你在旅行當中有所發現 也有可能呢是社會議題當中 讓你有強烈的認同感跟參與感的事情 裡面呢會有你人生下個階段 會想要一直接觸的人事物哦 給獅子座的朋友 我座讓我最興奮的體驗 好那我們來看處女座囉 8月份的處女座呢發生了一些事情 需要去調整自己的標準 也就是你會發現哦 適時的放下你的執念 會讓很多事情變得越來越順利 有些地方你以為你是退讓是妥協 但實際上呢卻是得到了進展 只是呢它的變化是需要一點時間來印證 那麼這個時候呢 處女座可以投身去引導別人 或者是服務主管客戶等等 這些你原本就做的好的事情 也會立刻得到你的正反饋 那讓你整個人自我價值感呢 又更加的確立跟提升 所以專注於你自己做的好的地方 其他地方呢放寬型 他自然就會有所推進哦 給處女座的朋友 我分享我會的來榮耀我自己 好我們來看8月份的天秤座囉 如果忍耐太多的話呢 很容易迷失在很多很多的情緒 感覺當中分不清楚 感覺跟事實的真相 到底有什麼關聯性哦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天秤座身邊有信賴的人 他可以幫助你釐清 幫助你看清事情的真相 幫助你分析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那麼為了停止這些讓你需要 一再忍耐的人事物持續的發聲 你也需要去表達你的立場 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必要的話 你也需要重新來學習 去學習提升自己的思維 可以幫助到現在的你哦 給天秤座的朋友 我對我自己很有耐心 8月份的天秤座呢 很容易感覺到自己跟別人 話不投機半句多 很難達到共識 就是讓你只想把事情做好就好 你在一個地方其實有很強的機會 就是呢你的靈感手氣 發財的直覺是非常的強 這些就要請你放下當好好先生的執念 專注於去發掘哪個地方讓你更輕鬆 更省力的可以達到你期待的成果 那那些地方才是你需要深耕的領域 所以8月份的天蠍座 不用太過的努力 但是要花時間注意自己的幸運到底在哪裡 給天蠍座的朋友 我迎接我的輕鬆和幸運 我們來看射手座哦 8月份呢 是射手座會感覺比較卡關的月份 做事情沒有成就感 想要進修又沒有時間 頓時失去了方向 但是射手座呢有一個好運 就是8月份 你們可以和重要的人深度的去締結關係 也因此如果呢 你希望在情感上面有所突破的話 或者是想要尋求別人的幫助 或者是想要去和解修復一段關係 跟某個人和好 那8月份呢 都會是一個幸運的時間 也就是說呢 當你卡關的時候 你一定要去尋求某一個特定的人支持跟幫助 他們會立刻的為你帶來轉機 給射手座的朋友 我允許自己接受大家的幫忙 我們來看摩羯座囉 摩羯座到了8月份呢 有一種實力好像發揮不了的感覺 平常擅長的地方派不上用場 而不擅長的考題 卻常常的出現來挑戰你 但是這個解法呢 其實非常的簡單粗暴 那就是熟能生巧 如果你做一件事情 已經非常熟練跟上手的話 你必然會生出其中的步驟跟規律 讓未來的你呢 是可以借鑒跟依循的 讓你更加的輕鬆 那如果呢 你還沒有這種經驗值 還沒有這種規律的話 其實就是增加自己練習的次數 還有跟這個困難交手的次數 所以8月份呢 是摩羯座斷念自己的時間 這一關你一定可以過的 只是那個過程經驗值 還是要自己累積起來 給摩羯座的朋友 行動會推進我的決策 8月份呢 對雪冰座來說 有一種手氣不好的感覺 習以為常的人事物呢 卻很容易在某個環節突然出了意外 雖然不會太過的嚴重 但是卻會讓你呢 額外花很多的時間跟情緒去彌補 所以你對相關人事的耐心也會降低 好處是呢 這過程其實非常考驗水平度的領導力 你越是能夠展現出來內心穩定 不慌不忙負責任 那你就是大家的定型丸 你就是大家依靠的對象 就算其實你也感覺很焦慮很慌張 但是只要你內心認為你可以 那你就一定可以 而且身邊也會跟著一票追隨你的人哦 給水瓶座的朋友 新的觀念會帶來新的機會 最後我們來看雙魚座吧 8月份的雙魚座呢 很容易為你的人際關係而感到非常焦慮 越是重要的人 比如說你的另外一半 或是你的客戶 你的合作對象 他們越是可能帶給你一些不穩定的情緒來源 這個時候呢 你可能會選擇讓自己更忙 投身在其他的事業當中 減少和這些人的接觸 如果這件事情一時半刻沒有辦法解決 那雙魚座現在可以做的事情呢 就是把這份緊張跟著急 變成是你自己的養分跟動力 比如說呢 讓自己變得更漂亮 或者是把這份情緒呢 書寫或者是創作下來 你的能量提升 就會增加你對周圍環境 對你的批判 或是對你的一些期待值 增加自己的一些抵抗力 給雙魚座的朋友 我的內外整合出新的可能